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这还不包括迁都的周边建设费等等 四国占领国林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 1945年5月8日 二战德国战败投降 战后 根据达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协定 德国分别由美 英 法 苏四国占领 并由四国组成盟国管制委员会 接管德国最高权力 波茨市也划分成四个占领区 1948年6月 美 英 法三国占领区合并 一年5月23日 合并后的西部占领区 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同年10月7日 东部的苏战区 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德国从此正式分裂为两个主权国家 联邦德国在西边 首都是波恩 由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支持 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民主德国在东边 首都是柏林 由前苏联支持 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柏林墙 柏林墙的建立与倒塌 1949年到1961年 大约有250万东德人冒住 被东德边防局射杀的危险 逃入西柏林 东德政府为了阻止 东德人逃亡 1961年8月13日 突然建造柏林墙 柏林墙长度超过155公里 高约3至4米 柏林墙及其隔离区 包括了水泥墙 钢制巨马 铁丝围栏 刁包 警犬 埋留地雷的开阔草地 警报器 反车辆袍沟 探照等等 有人称柏林墙是德国的万里长城 但两者不同的是 东德建柏林墙是防本国人出逃 而中国建万里长城是防外国人入侵 1989年民主德国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 自同年5月起 大批公民出走联邦德国 10月初 许多城市相继爆发了规模不等的示威游行 要求放宽出国旅行和新间媒介的限制等 10月18日 民主德国总统昂纳特宣布辞职 1989年11月9日 东德的中央政治局北援军克沙伯夫斯基 误解上级命令 错误地宣布柏林墙即将开发 导致数以万计的市民走上街头 将存在28年03个月的柏林墙推倒 柏林围墙的倒塌 是东西方冷战 结束和东西德统一的标志 1990年10月3日 东德加入西德 民主德国的宪法 人民意愿 政府自动取消 原十四个专区为适应联邦德国建制改为五个州 并入了联邦德国 德国完成统一 1989年11月11日 东德示威者将柏林墙的一段墙体拆掉 迁都柏林两德合并之后 1991年6月21日 德国众议院以338票对320票 达成历史性的决定 将首都有波恩迁至柏林 当时的首都是西德的波恩 相比较而言 柏林的经济并不发达 还有着纳粹的黑历史 其历史悠久程度也远不如法兰赫福 亚琛 科隆 慕尼黑和司徒加特 那么 为什么要大费周折迁都柏林呢 原来 柏林墙倒下之后 东西两德在90年开始 就缔结统一合约仪式谈判 东德政府的意见 自然是希望柏林做首都 西德情况比较复杂 各州议会基本上都反对柏林 而联邦议会内部 则支持和反对的声音都有 最后形成了一个折衷方案 在统一合约里面写德意志兰首都为柏林 意愿及政府所在地问题将在德意志兰统一确立之后决定 条约1990年9月29日生效 事实上 从这一天开始联邦德国首都变成柏林 但议会和政府仍旧在波恩 1991年联邦议会开始激烈讨论议会和政府所在地问题 支持者认为统一一直都是民心所向 所以波恩当初本是作为临时首都而立 如今统一的就该搬回去 而且定都不灵可以更好地连接新的前东德联邦州 支持地方发展 反对者则认为延续第三帝国首都所在地 会引发其他国家的警惕 而且政府和议会搬迁劳民伤财 经过数小时的辩论 最后投票的结果是 338票支持 320票反对 迁都柏林以微弱多数票胜出 之后九年节 德国总理府集内政 外交 财政 司法部等十个主要机构 迁往柏林 国防 教育 卫生部等机关 留在伯恩 并在柏林设立分部 柏林大兴土墓 成为自欧洲最大的工地 1999年4月19日 经过四年改建的国会大厦 举行落成典礼 之后新的总理府 与政府办公楼相继落成 国会大厦 新建的总理府 1999年7月1日 对于德国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 联邦议院在伯恩举行的最后 一次全体会议 此后经过一个月的搬迁 8月1日联邦议院 在柏林新议会大厦投入工作 与此同时 联邦政府部门也完成了搬迁工作 返回搜独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